去年10月中旬,孙先生在天猫华为官方旗舰店买了一部Mate60 Pro手机,花了6999元。 他说今年3月份发现充电功率忽高忽低,后来的维修过程很曲折,问题更是接二连三。 采访时,孙先生已经把手机从官方服务中心取出来,备用机也打算归还。 一会儿显示能满公里88瓦,一会儿显示40瓦什么的,然后今年8月份闲海了嘛,然后我就拿过来,我说宝内赶快修一修,然后就来到了这边这个华为的授权服务店,然后来了以后他说你这个可以修,那如果你因为你是新机嘛,那推荐你去返厂。 这家华为官方授权服务中心位于杭州林平区藕花州大街,孙先生说,返厂维修了大概半个月,充电问题算是解决了。 原因是插口接触不良,手机拿回来第二天,他又发现了其他问题。 我就正常的洗脸的时候把它放在洗手台边,溅了点水,然后当我擦掉水以后发现里边已经进水了,就摄像头起雾,IP68的,标准应该是公开的标准啊。 然后我就找他们,他们说你拿来看一下,差跃发现里边已经进水了,那因为官机清理的及时,它只是轻微的进水。 他说可能是器皿性做得不好,那我说你器皿性不是做过了吗?他说已经通过了,那我说为什么还进水呢? 他们也给不出解释。 孙先生说,在授权门店的要求下只能再次返厂,大概休了半个月时间。 10月上旬,门店通知净水问题已经解决,但又出现了另外的状况。 通知我,说可以来取机了,但是这个它里边又发现有异物,需要再次返厂,再拆再修。 我的是一个新手机,原来没有任何问题,对吧,就是个充电的问题,结果你把笼子给我销准养薄了,费用目前保那是免费,因为马上还没出保嘛。 那如果这个次修楼再来出问题,那就保外了呀,那这个,就目前他们的解决方式和解决太多,我是不放心的。 这台华为手机有三个前置摄像头,左侧的镜头里面有一小块看着像纸屑的东西。 之前我的注意是,你给我盐保一下,盐保那也出现,如果出现类似问题,你给我换机,那现在我就想简单处理,快速处理,你直接给我换机。 不好意思,我们不知道采访,有问题可以咨询950800,我们有专人对接的。 我们有相关的这个,专门的工作人员给客户回电话,让客户保持电话上通。 这位店长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请求,但回答了孙先生的问题,他说手机的使用时间和场景都会影响气密性,异物可能是维修过程中不小心掉进去的。 后来,孙先生发来几张照片,说是手机依旧不防水,能看到镜头模组上有一些小水珠,他表示会继续维权。 1818黄金眼,记者报道。